初三十三二十三 两口子吃饭把门关 苍蝇叼走个范米粒 老头子一怒追到四川 老头一走走仨月 书没烧来是信没传 找了个算卦先生算一算 先生说按卦中看哪 伤财惹气 赔盘缠 上文说咱们讲到清平准杆尔的阿姆尔萨纳布 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环节 那么是什么环节呢 就是说在这个墨西草原上 开始只是阿姆尔萨纳举起了反旗 现在很多部落也都随着他一起反了 咱们在这不妨总结一下 第一次清平准杆尔以后 乾隆皇帝在这墨西草原上 一下子就封了四个韩王 这四个韩王分别是统领四部 他们分别是准杆尔布韩 还有这个杜尔伯特布韩 还有呢就是辉特布韩和这个荷硕特布韩 第一次清准战争之后啊 这阿姆尔萨纳反了 也就是说呀 这个辉特布韩反了 然后呢 这个荷硕特布韩呢 也反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荷硕特韩 班珠尔啊 他是这个阿姆尔萨纳的亲哥哥 这弟弟反了呢 这哥哥自然也就跟着反了 不过呀 这乾隆皇帝把这恶鲁特布啊 拆分四韩啊 也就是拆成四部的决心呢 已经下了 是没人撼动的 没等这茶凉啊 乾隆皇帝紧跟着 就把两个韩王的位置啊 给补上了 原来的绰罗斯韩呢 是嘎洛藏多尔纪 多尔伯特布韩呢 是车陵 这两个呀 不变 在这个辉特布啊 和这个荷硕特布啊 又分别选中了 巴雅尔和这个沙克多尔曼纪 这两位胎记啊 分别做了这个两部的大汗 上完书咱们说了 这乱子就出在这 这绰罗斯韩 嘎洛藏多尔纪 串通了这个辉特布的 新任大汗巴雅尔啊 这两个人烦了 昨天咱们为了能把这开场啊 打得更开一点 哎 至于这两个人是怎么反的 谁从谁主啊 咱们没讲细致 今天呢 咱们就虚微的耽误几分钟 咱们再把他呀 捋捋 实际上呢 这乾隆皇帝在墨西蒙古啊 这分封四汗 魏的目的是什么呢 魏的目的 就是以后 让他们呀 像这个卡尔卡蒙古一样啊 推行这个蒙旗制 说实话 就是像汉帝一样 推行这个州线制度 这个蒙呢 就相当于内地的州 也就是府啊 这个旗呢 就相当于内地的县 只不过呀 这中央政府 不忘这个地方 拍那么多的州府官员 那么这些旗县 由谁来统领 由谁来这管理呢 哎 这中央政府啊 分封无数个王爷 来管理呀 所分设的这些旗 并且呢 你这个王爷呀 哎 只对中央政府负责 慢慢的呀 那些名义上的大汗 也就没有什么实权了 这乾隆皇帝呀 想的是不错 可是还没等他呀 提出在这个墨西蒙古 实施蒙旗制呢 哎 这四汗制度 就有人反对了 这阿摩尔撒纳呀 他想做这个四部的总汗 哎 你这大清朝廷啊 这中央政府 乾隆皇帝不同意 我就反了 那么其他这些大汗 是怎么想的呢 实际上就没有人 不愿意做这个四部总汗 也没有人愿意呀 在这墨西蒙古 让这个大清朝廷 推行这个蒙旗制度 那这事儿啊 简直就是 秃子脑袋上 狮子明摆着 这么下去呢 迟早有一天 这所有的权力啊 都归中央政府 最后这些汗王啊 也无非就是摆设 只有这么一个名头而已 其实啊 这就是叛乱的种子 这种积怨呢 深深的就埋在了 这些汗王和这些太极的心里 那么说这些种子 它是怎么发芽的呢 说到这一点呢 就得怨这个大清朝廷 乾隆皇帝用人不当 他们呀 派到前线的这些将领 实在是太无能了 这帮的太极也大喊一看呢 哎呀 你这个大清朝 吹的乌丢乌丢的八旗兵 也不行啊 那我们这些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子孙 凭什么听你们的呀 哦 你爱心觉罗的弘历 一声号令 一刀圣旨 就把我们的权力给分了 老了 这呀才有了后来的诸步造反 这就是啊 把仇恨的种子 浇灌发芽的语录 那这语录也来了 那就差个机会了 所以说这个圣武记上啊 就这么记载 极见军旅寿期犹太内便有清我心 您别看着这句话的字数不多 交代的事可不少 这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呀 你看这个清军呢 一带乌丢乌丢的来了 可是啊 却被这个阿逆呀 当成了猴耍 这阿姆萨纳看似很简单的计策呀 在清军身上是屡失不爽 每次都能得到成功 所以说呀 又趁着这个彻异之变 这些蒙古人呢 根本看不起这些八旗兵 所以就反了 在乾隆皇帝册封的这个四部韩王里边啊 除了当年的阿姆萨纳 还有一个人呢 更想做这个四部总韩 我个人觉得 他比这个阿姆萨纳这个心呢 可能还要更甚一些 那这个人是谁呀 这个人呢 就是绰罗斯汗 嘎子藏 多尔基 那有人说不对吧 当年乾隆皇帝 那也是力排众议呀 才把他封为了绰罗斯汗 那怎么他就心有异动了呢 哎 您想去吧 因为呀 在这个四部大韩当中啊 只有这个 嘎子藏多尔基 他才是啊 这个绰罗斯家族的人 这绰罗斯家族 一直统治着整个墨西蒙古 准嘎尔韩国 原来呀 这韩伟跟他没关系 也就是他没有机会 现在呢 他既然做了这个四部韩王之一 他的心眼啊 可就活动了 这阿姆尔撒那呀 因为自己的资历浅 而且呢 他也不姓绰罗斯 在法理上啊 他要想成立一个新的韩国 做一个韩国的大韩 这呀 是相当有难度的 可是 这嘎子藏多尔基 他心里不这么想 他觉得 就凭我这个姓氏 就凭我这个家族 我呀 不但能做这个四部的总韩 我即便是 抛黑大清 成立韩国 做个大可韩 也是没问题的 可是呀 这第一步 他不能这么做 他最初是想啊 我还做这个绰罗斯汗 四部韩王之一 然后呢 我要推举我的儿子 做这个四部总韩 我们呀 还是大清国的这个属臣 依附于大清国 等以后我时机成熟了 成立韩国的事啊 以后再说 可说呢 他这天有不测风云 他这儿子呀 寿书不行 还没等他这计划呀 实施出一瓶来呢 他这儿子就尿息了 对了 死了 他觉得啊 也没有什么怕了 干脆呀 反反了吧 可是他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反呢 带领了自己的部众啊 有些人难利孤 所以说呀 他要找个帮手 他找的是什么帮手啊 就是后来呀 乾隆皇帝册封的 辉特部大汗 巴雅尔 他是这么想的呀 那可也是这么做的 于是啊 他就找到了这个巴雅尔 在这草原上啊 偷偷的可就会蒙了 他们这两个人呢 商量啊 这么这么 这么罢 于是这才有 这 嘎拉藏多尔基呀 派人跑到了伊底 跟这个新任定边 幼夫将军赵慧奏报 他说这个 辉特部大汗 巴雅尔啊 反了 请求这个清军的派兵援助 这才有着 赵慧就派了这个宁夏将军何启 带着本部一百索伦兵啊 深入草原去谈压此事 咱们呀书中代言这何启啊 他可不是汉人 他是马家士 是个满洲 香兰奇满洲 那这会儿啊 是不是有朋友就纳闷了 宁夏将军好家伙的嘞 从一平武将 就带着一百多索伦兵就出征了 那么说这官 是不是领兵领的过于少点了 哎 当然不能啊 就只领这点兵了 这赵慧呀 在派这个何启出征之前 就写下的一道将领 这道将领发到哪啊 这将领发到屠鲁番 给谁的呀 是给屠鲁番的伯克 这个人呢 叫做蒙嘎里克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 这伯克呀 是对这个维吾尔族官员的称呼 这赵慧的意思是说呀 让这个蒙嘎里克呀 带着兵和这个宁夏将军何启一同啊 去捉拿巴雅尔 这赵慧呀 不但传出这道将领 给这个何启增了兵 同时啊 他还写了一道奏折 停记给了朝廷 这乾隆皇帝 接到这个赵慧的奏报之后啊 很快就给赵慧了回文 跟这个赵慧说呀 抓到这个叛贼巴尔之后啊 就地就把巴尔的人口 我牲畜全分了 多分给其他部族 尽量啊 少分给这个赵罗斯家族 给他也就 一百户也就差不多了 这赵慧原文是这么写的 至于分赏户口 不必过多 卓量以百户为律 这赵慧拿到这封圣旨之后 一读就明白皇上的意思了 这皇上意思是说呀 让谁做大 也不能让这个 绰罗斯家族再做大 看来呀 这清朝的皇帝呀 是恨透了绰罗斯家族了 咱们书分两头啊 单说着领着兵啊 往草原深入的和起 这和起啊 和这个维吾尔族的 伯克蒙盖里克呀 正在草原上 搜寻巴尔的时候啊 就发现呢 在远处有很多的兵啊 向自己这个方向聚拢 这和起当然是很紧张了 于是就对这个蒙盖里克说呀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这蒙盖里克呀 假嘛假式的 手打凉棚啊 还看了看远处的军队 他跟这个和起说呀 没事将军 这些呀都是我的兵 这和起呀 这才放下了心 可是啊 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啊 这些兵是越来越近 这会儿和起可看清楚了 这哪是维吾尔人呢 简直的就是一群蒙古兵 这一下子 这五百多蒙古兵啊 就把和起呀 和他手下的一百索伦兵 给团团围住了 这和起这会儿 再找这蒙盖里克呀 找不着了 这蒙盖里克呀 带着他的人呢 躲到了蒙古兵的后边 这会儿的和起也明白了 这嘎勒藏多尔基呀 和这个巴尔 两个人呢 是串通好了谋反 并且这两个蒙古太极呀 还拉上了这位 维吾尔伯克 蒙盖里克 原来呀 是这三个人 早已经商量好了 为的就是呀 要吃掉这支清军小队 这和起一看呢 今儿就是今儿这个了 率领着自己 这一百多索伦兵 和这五百蒙古骑兵 就杀到了一处 怎可探得 那这宁夏将军和起呀 手下是仁丹立功 史书所在 没过多一会儿 这和起呀 复重创 虽手润数贼呀 鼓中枪 徒步转战 置业 立进 说在这个奋战当中 这和起呀 大腿上中了一枪 让人家给挡了一个大窟窿 一直啊 坚持到天黑以后 这和起叫来了两个索伦兵 一伸手啊 掰下了自己的顶带花铃 告诉这两个索伦兵 拿着这个赶紧回到伊犁区间大帅赵慧 把这些事情啊 原原本本的禀告给大帅 说完这些话之后 这和起将军 气尽力竭 就死在了这草原上 这两名索伦兵啊 不负重望 誓死 杀出了重围 连夜啊 就跑回了伊犁 这赵慧接到消息之后 也是大吃一惊 他明白啊 这下子自己啊 和自己所带着这一千多人啊 算是成了草原上的一夜孤舟 要想是突围脱险的 是势比登天